中国网球球后李娜不改直言的性格 日前在温布顿网球赛后接受访问 他反问记者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 引来中共官媒的连番抨击 说李娜是过于任性 不过网友们力挺李娜 还反奉官媒 没资格教李娜做人 虽然无缘晋级温网四强 中国球后李娜赛后谈起家人 脸上满是笑容 但这样不做作的真性情 却成为中共官媒的剑靶 因为当有记者问他 是否有来自国家去赢得温网冠军的压力时 李娜回答 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 我只是一个网球运动员 一个打网球的 我尽全力在场上比赛 这是我的工作 中共人民日报很快的回击 称 当体育明星的个性 已经变成一种肆无忌惮的任性 又有谁来约束这种可怕的任性 新华社也称 回顾李娜的语录 李娜的惊人之语 更倾向于伤人之语 不过网友纷纷转推一篇 题为《教李娜做人 人民日报不配》的文章 批评人民日报让人哭笑不得 是否更应该加大 面对诸多民生艰辛的报道 著名博客作家 曾担任多年体育记者的 李承鹏在新浪微博上说 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说 自己真能背负一个国家 却让一个运动员去背负国家 有点绑匪了 李娜是亚洲选手第一个 拿下大满贯单打冠军 这位不配合中共宣传的运动名将 已经被官媒多次批评 如今风波再起 让球后网友更多支持 新唐雅的电视整理报道